今天来做M200的详细属性测评 先来看看一伤害 M200的基础伤害为114点 暴头为287点 打一级甲要两枪 二级甲要两枪 三级甲要两枪 敌人离得远 打三级甲可能需要三枪 性能略微差一点 打一二三季头都只需要一枪 比地图单发剧厉害很多 但比AWM伤害少5点 二射速 经过一阵阵慢放 M200的射击间隔为1.97秒 比AWM略快0.06秒 感知基本是相同的 比其他单发剧射速都慢 三换弹时间 在不装快过时 普通换弹需要4.6秒 在装了快过后 普通换弹需要3.2秒 也和AWM完全相同 比98K墨西纳杆M24都慢得多 只比晕94稍快 四子弹出速 照例找寻300米的靶子 经过慢放 打出到命中 一共只耗时0.23秒 子弹出速为300 至于0.23 等于1304.35米每秒 这个子弹出速 绝对是全吃鸡最快的了 粘压其他所有武器 5弹容量和配件 M200的初始弹容量为5发 扩容后为7发 配件能安装4个 配件的选择上 瞄准镜时越高越好 枪口式消音大于消炎 大于补偿 弹霞式快阔 大于扩容 总结M200的伤害是最高的一档 能一枪秒三击头 两枪秒三击甲 子弹出速是全吃鸡最快的 基本上是打出几命中 但缺点是射速太慢了 灌弹时间也很长 总体是配得上空头枪的 绝对值得一减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